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绿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绿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3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om dot H 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聊法语理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等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不用去医院 在家里就可以吸引自己做一次全面体检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定期去做身体检查 有些人可能会查到有些指数高了低了 甚至乎可能会无端端就会查到可能有癌症 那可能如果没有做这个体检 没有接受那些治疗 可能还活得更长 那究竟袁医生 如果我们不去体检 那自己在家里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查到我们自己的身体有没有问题 那你知道了 现在今时今日 大众传媒方面 我们所谓医学的做法 都常常鼓励人早点去做身体检查 没错 我亦都相信真的很多人去做 每年去做一些检查的方法 全方位的体检 但是我们也听到 很多时候那些人去做这些检查 就得到一些资料 令到他们心惊胆掉 譬如 你的胆固醇又高 有些血压 有些血糖等等 而最后 那些人就开始接受这些所谓的治疗 而最终身体是不会因此而好做的 这个体检 做体检这件事已经是相当流行的 但是最终我们看到的资料 有些人的病是主要是越来越多 医疗费用是越来越面临破产 病的人越来越轻化 那就是说 做这些这样的体检 到底有些什么 真的有没有作用呢 是的 我在很多年前都重复说过这个资料 原来美国有一家叫做Predential Insurance 英国的Predential Insurance 是一个很大的研疏公司 他曾经做过一个25年的研究 他就将几万位受保的人的顾客 鼓励他每年做身体检查 他说我们保险公司给钱的了 即是你不正常去做吧 我们的保险费 保险那里帮你包 那接着另外几万人呢 另外一组人呢 他就不要叫他们这样做的 那这些人呢 就是当他有病的时候呢 那他就去看医生医病咯 那结果发现在25年里面呢 两组人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是没有分别的 哦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那事实是这样 就是你去每年去做检查 和一些是有时知去看一下的呢 他们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是没有分别的 是 那如果大家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呢 都很快就能估计到啦 因为呢 第一 很多这些这样的指标呢 其实呢 是不正确的 嗯 有些时候说你 哦 膽固醇高 其实最近的资料开始说 膽固醇高是好的 是 身体很多的荷尔蒙啊 雷固醇啊 脑那些那些物料呢 是其实呢 是需要膽固醇的 是吧 那所以你 你一早发现了而去治疗呢 其实呢 令到你那个身体呢 膽固醇压低了之后呢 其实是肽固醇压的更多问题的 是 最主要的问题是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做法呢 其实不是叫做预防 这些叫做及早发现和及早治疗 嗯 有些人有种错觉的 以为呢你经常做的体检是等于预防的 是 其实这个没有预防的 嗯 因为你整个步骤呢 没有令到你患病率是减低的 是 只不过呢令到你早点知道 是 但是你知道什么资料呢 可能知道的资料 其实知语不知道 其实都没有什么大分别的 嗯 知道之后呢 还可能下一餐死 令到心理上的大的冲击呢 本来没有事都变成有事的 好了 那简单来说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第一就是 就是 你 检查到 和你那个 不是一个真正预防 只不过是及早治疗 就是所谓可以令你及早治疗 但是我们 就算我们检查到有些问题 我们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对吧 大家听我们这么多 其实 所有的西医治疗 从来都没有真好医好的病 如果本身那种药物的治疗 是往往令到你那个药物的毒副作用 是令到你产生更多病 是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因此而解决得到的 所以呢 第一 就是医院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是不是 就是这些这样的治疗 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那我们在 今次呢 我也都在微信里面看到的 那这些资料呢 是简单单单的 我觉得是和大家再分享一下 它有些什么自己可以 就是做自己的自行 在家里的检查呢 那么 第一个 肺功能的检查 OK 看你的肺量是怎样的呢 好了 做这个检查很简单 你坐下先 跟着呢 就呼吸一口气 然后呢 就闭气 保持住它 时间越久就越好 如果能够闭气50秒钟 就最理想 如果50岁的人呢 就应该是30秒钟 60岁的人呢 就应该是20秒钟 如果小过10秒钟呢 就说明呢 肺功能是很差的 OK 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 看你的肺功能的能力 那我自己呢 都很久都试过呢 我试过可以在游水池呢 是闭一口气呢 就可以游整个检查 是 是 我曾经试过 差不多是 维多利亚的50米 但我随时都可以做到 原来一个检查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 那其实你不需要用游水的方法 如果你游水不太好 不用潜水浸太久 那你只是呢 就吸一口气呢 就闭气 看可以闭气得多久 那这个就看你的肺功能的情况了 第二就是吹气了 在我们的 我们经常有一种的 就是那个测试的那个 那个那个吹气的那个能力 那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仪器 那就帮助 就是看一下那些 那些烤转的病人 或者有肺气肿的病人 那其实呢 你的做法很简单 你自己深吸一口气 然后呢 就是慢吹风 OK 如果能够在三秒里面呢 是吹完了呢 那就是肺的功能是正常的 那就是吸气 哼 要吹完 那当然一般人呢 想着 吹气很快而已 一两秒钟就搞定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有肺气肿的人呢 你是吹不完的 就是你的肺的弹性差了 好了 那如果五十岁呢 就要四秒啦 六十岁为五秒啦 那么 那中老年的人吹的时间呢 超过六秒呢 就是说呢 我们的肺功能呢 是下降的 那可能传了个气道 阻塞性的肺疾患呢 也都可能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造成的 叫做Chronic Obstructive Decease 那就是这个呢 就是不单止你吸气好多久 还要看你吹不吹出来 嗯 就是我们知道了 我们的身体的肺呢 是像一个气球那样啦 那由我们的身体的肺肯的肌肉呢 是肋骨膨胀呢 就令到我们的肺肯里面呢 出现有少少少的所谓气压的减低啦 就是有少少半真空啦 那令到我们的肺呢 就能够吸气啦 是 但是放气呢 是视乎我们的肺的组织的细胞的弹性嘛 那如果我们能够放气放得快呢 也都代表我们的肺本身的组织的弹性很好 那这个也是可以这么说呢 都是看我们的肺功能的检查啦 好了 除了肺之外呢 我也都很明显呢 就是想看我们的心的功能 心的功能 那你可以做一个在原地跑 或者可以有机会去健身啦 那这样一般来跑呢 跑得微微微的气寸可以 就是一般就是说待那个缓跑呢 一边跑一边还可以带点一同 这个好像同我一所说的 就是 respectfulamisern 这种技巧这种技巧就能改变还呢 所以走太多速 停止活动 应该在5-6分钟 密博是恢复你正常的 如果心功能很好 在8分钟里面 即是好的心功能 在5-6分钟就恢复了 如果需要8分钟恢复 即是心功能较差 如果需要超过8分钟 即是心功能有问题 这不是很难做的 即是你可以 跑也行 在strap mill 这样做 总之有一单车也可以 总之你做到你的密博增加 到100-120 接着就立刻停止 好了 除了这个做法 还可以爬樓梯 如果中老年人爬3-5层的樓梯 就会感觉到心跳加化 有些气喘 但休息10分钟 就恢复正常 就叫做好的 但如果爬完楼梯 感到心脏 好像要喉咙跳出来 而休息20分钟到30分钟之后 仍然感觉到气喘呼吸困难 甚至心跳越来越快 即是你的心功能是明显下降 这个很容易做到 大家都有机会 就是去爬樓梯 即到香港大把楼梯爬 你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 爬3-5层之后 就气喘了 接着就休息 看看到多久才可以令到心跳 例如你的心跳 例如你的心跳 可能是七十几 或者是十二 我们叫做比较健康 接着就爬樓梯 爬到气喘了 立即休息 看看何时才可以回头 另外一种 就是动物硬化的检查 动物硬化的检查 首先做的方法是 坐在地板 接着 向前伸直双腿 脚趾向上 腰部向前弯 手臂前伸 尽量碰到脚趾 好了 如果是 碰不到脚趾 或者在过程里面 感觉到闭气 心坊等不舒服 就证明动物硬化 做以上的动作 其实我们身体的动物血管 迫是受到牵拉 如果血管迫硬化 就会产生不舒服 但是这个 也有另一种要考虑 有些人是肥胖 肚腩很大 就是这些人 很可能做这个动作 向前弯腰 触摸脚趾 坐在那里 不是站在那里 他觉得很快就不够气 当然很明显 因为肚腩大 是压住了 对不对 但是也是因为肚腩大的问题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这样来拉 我们的动物 在这种动作之下 如果弹性不够 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待会回来继续自然了发与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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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再见 欢迎回到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不用去医院再加累就可以 给自己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刚才袁医生教我们 如何在家里做体检 接着我们就看看 比如糖尿病 糖尿病的当元 很简单就可以买一些 验糖尿病的试纸 这些在很多药房都可以买得到 但问题是 通常你不会买一两条 一瓶成一百 所以一般人来说 好像觉得很浪费 当然你可以验家里很多人 你买的一瓶里面 也有很多条 也有些简单的 只用糖尿病 也有些验很多其他东西 有些什么是你不需要用这些科学的 化验方法都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突然之间 中老年人突然之间 一侧的眼簾下垂 即眼一边垂下去 其实这是糖尿病引起的 动眼神经麻痹的讯号 长期慢性的高血糖 会引起机体的代謝 疗乱 从而导致 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 引起单侧眼簾下垂 好了 甚至乎 患侧眼康上区的肿痛 有时看东西是有些重疊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 可以说糖尿病的先兆 好了 还有一个 第二个就是 青光眼的检查 当然一般严重的青光眼 就是突然之间 眼睛痛得很厉害 这是急性 但是有些时候 青光眼是有些人都不知道的 慢慢慢慢地出现的 但是当然 有些人通常觉得 眼球一些不舒服 很容易痛 就会去做这些检查 还有些是自己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一般的眼睛的瞳孔 就是中间那个 黑色的中间的圈 正常的直径屋 是2到5的毫米 就是每天会收缩的 记住 正常是圆形的 瞳孔如果呈妥圆形 其实多数是青光眼的表现 因为当青光眼患者的眼压增高的时候 对动物血管的尾哨 就比较明显的 所以上下方的 那个红膜缺血是最早 最重 于是红膜缺血 性的萎缩就明显 就会导致 同虹出现了垂直的妥圆形 简单单来说 就是平时你留意 同虹是圆的 开始慢慢变成妥圆形 其实这个可能是青光眼了 因为早期的青光眼 你未必有不舒服的 未必有眼痛的 好了 肾病的检查 这个也是用一些 当然 我们曾经所说 你可以买些柿子 可以测试有没有 有没有蛋白 有没有尿蛋白 我测试我们的肾病 就测试我们的尿蛋白 通常用100毫升的新鲜的尿液 放入器面里面 加热去煮到腹后 即是滚的 起泡的 那尿呢 就会出现一些混濁的 在这个时候 如果在尿里面 滴入5-10滴的白醋 白醋也是一般人都很容易 买得到的 那滴了之后再加热 那个混濁就消失的 那这个就是正常的 如果混濁不消失 这个就是那个蛋白尿了 应该是引气警惕 那这个就是看下 那个肾病的蛋白尿 那种简单的检查方法 那一方面 白醋是比较容易 就是有得到的 好了 血液黏醋的检查 我知道 血液浓 我们心血管的问题 会容易严重 是 血管的闭塞 容易严重 多些 那我们看那个舌头 对着镜子伸出的舌头 那看舌头的颜色 如果发指 就是血液的黏醋 如果不单止发指 还有紫色的斑点 就是说 血液的黏醋度过高 已经出现了 循环 不良 和瘀血了 这个是中医的 很涉陈 一向都有说的 是 很多人都知道 当你那个 那个 那个 那条蜜 是有些 不是那么 红润 你看 小孩 那些 就是那些 是很 就是很 红色的 就是粉红色 那样的 那不应该是牙色的 那如果发指 那更加代表 血液的问题了 骨质松疏的检查 如何做呢 好了 我们 通常 我们的人 高度 跟我们的 手指 中指 的距离 就是伸直的距离 是应该一样的 是 就是一个人的脊高 那你将两个手 向两侧水平伸直 那测量两手 中指指尖之间的 直线的距离 那然后呢 再度个身高 如果身高 比两指尖的距离 少呢 就是说我们的骨质 鬆疏 和骨密度 减少了 嗯 那就是我又开始矮了 OK 就是因为慢慢地 地心吸力压下去 但是如果身高 比个 指尖的距离 是少了 2-3厘米 你呢 那再 按照X光 都已经可以看到 明显的问题了 那就是严重的程度 那如果正确的 就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你的手伸直 那个指尖的距离 和你个人的身高 应该是一样的 那如果是少了 那就是开始 骨子慢慢地塌了 人越来越矮了 嗯 好了 还有一个 就是测试 腰椎关盘骨 突出的检查了 有些人做X光去看这件事的 那我怎么可以自己都可以看到呢 第一 就是仰我 就是向天睡 两只手 就放在身体两边 就拿那个头 那个枕部 后尾枕 和两脚 就为着力点 那么 将腹部 就向上抬起 这个大家都想象得到 就是躺在地上 拿着脚 将腹部 就顶高它 保持上属的体位 是呼吸闭气 10至20秒钟 闭气到面色潮红了 就是 如果感觉到腰痛和下肢有放射痛呢 就是说 腰椎间盘突出了 那么这个通常呢 就是要用 就是增加腹部的压力 令到腰部的椎管内压力增加 那么如果腰椎间盘突出呢 就会引起神经筋病变 就会引发到腰部和下肢的痛 那就是说 这个呢 就其实是将 那个腹部 就是加点压力下去 那就容易引发那种射痛 如果是有呢 那就是 那个腰椎盘骨突出现 那这个呢 医学上呢 通常就会用那个X光去看的 OK 好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个底下骨关节的检查 因为很多人呢 就经常都觉得是 就是他腰部痛的 就是又不知为什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是吧 那原来呢 我们的底下骨 我们叫Sycloelium 那个底骨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腰椎下面的三角 下骨盘的三角 那五个骨呢 其实是黏的 不是分开的关节 下骨就是两旁了 Elium 那这个呢 我们叫做四字的测试 就是figure of four 那当然呢 我们叫做四字的测试 那将一只脚呢 就是 就是 弯内弯側呢 就放在另一只 伸直的脚的大腿上面 大家都可以 想象得到 那个做法 那呢 那要一个人呢 就压着 对側的 那个跨骨 那里 就是那个Elium 那个地方 另一个手呢 就将屈曲的膝头呢 膝头部呢 就向下压 那如果臀部出现这些肿痛呢 就是说呢 底下骨关节有病变了 那 底下骨关节病变呢 是主要产生腰腿痛的常见的原因来的 特别是那些老人家腰背痛 腰腿痛呢 多数是这个这样的原因来的 ok 那这些是一个很简单的工具 就是可以看到 血管的状态 那个肺的功能 心的功能 其实很多这些主要的问题 都可以看到的 那 好了 那这些是 如果大家真的担心自己健康 那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可以这么说 健康人呢 吃得睡得玩得 活动自如的 那如果开始觉得自己的方面 开始差呢 那真真正正呢 就是要减低的衰退衰老 其实发快脆脆呢 是做一些就是 就是保健的方法 是飲食的方面 可以改善 因为大部分的食物呢 一般人的食物呢 都是致病的食物 是飲食方法来的 那自己要弄好身体呢 其实是这么难的 我们希望那些人呢 可以做到 就是无疾而终 是 活到 就是活到最后那一刻呢 都没有什么病痛 那这个就 就是跟大家在 这个也是我们在那个 微信那里看得到的资料 很简单 我都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多谢完医生今天的分享 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 月日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吻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